你画的眉毛不是没有层次 就是跟毛多虫一样 别人画的眉毛精致啊 类体毛流感十足 一天啊被800个老婆催的 眉毛教程终于来了 秋葱从无眉大侠 逆袭为泰式混血毛流感的类体眉 首先呢我们这个画眉工具啊 一定要选好 像这种圆头眉笔 就真的很难塑造毛流感 一画的还结块就很影响这个眉感 我们呢就可以选一个这种刀锋的啊 双头眉笔 这个另一头呢就是染眉膏 这种只染毛啊 不沾敷的小刷头啊 就特别方便大家去操作 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找到自己的眉头眉峰还有眉尾 眉头眉峰眉尾 定好点之后呢 眉头这个线呢 我们可以垂直画上去 然后越往后越清闲 然后到眉峰这个位置 你这个笔的方向就要改变了啊 我像样 跟眉尾顺上就可以 然后你现在这个整个眉毛的这个主干就确定了 你现在呢就顺着这个主干呢 你去填补毛流 还是刚才你这个拿笔的方向 和顺序 哪块空缺你给它多填补 眉尾这块的交叠处呢 你可以给它多加重一点 你看这样你这个眉毛 它整体是有一个层次感的 轻重 最后呢在眉骨这个位置 你给它这个毛流感 多画一点出来 增加那种野生的感觉 你看 真的很细画出来这个毛流感 画完一半的眉毛 你看这对比 这个眉毛对一个人的气质 影响有多大 可以看出来了吧 削的时候也很方便啊 它这不是有个斜口吗 你就沿着这个斜口这样 给它削下来 眉毛画的好啊 地底随便找 期待老婆们来交作业啦 看这个团队 嗯 看这个团队 看 usu 啊 看几乎 看呢 N cordη 看玩笑 T 大 Vas guests 看